最近有一則新聞 就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吉 他在100歲在今年過世了 請董哥來幫我們講講基辛吉的故事 基辛吉在美國是一個非常傳奇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那時候推動林克森 偷偷去中國大陸訪問 那訪問以後 等於說 美國從此就跟中國大陸就搭上了 後來他們就建交 那當然對台灣來講是一個衝擊 所以那個時間台灣人恨死他了 但是